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虎联的第一天必须得安排一个跟我们虎联系细相关的一个教学就是什么 就是所有的羽毛球的爱好者到我们球馆到我们学院第一步一定是要提升自己的一个打球的姿态 首先你打得差没关系但是你看起来要厉害对吗 所以说今天教学就是我来给大家安排你怎么样能够让你不打球的情况下看起来厉害 第一个就是所有人会出现的问题就是那个姿态问题 我们为什么一过来要求你们每个人要打球那么累 这样子腿也酸屁股也酸我知道这个当然累啊 就是一直保持这种肯定站起来比较轻松啊 但是呢我们在对打的时候首先我们刚才接触羽毛球 首先你要确认一个问题就是我真的很菜 就是我打得不好对不对 我打得不好那比如说我踢足球 我不打羽毛球我很爱踢足球 如果我去打足球的时候那个人很菜 然后他又这样子没有人会愿意跟他玩的 对吧那大家都喜欢跟积极的 都喜欢跟认真的人带球对不对 你首先一个好的准备姿态从大的逻辑来讲 你会给别人一组你很积极很认真对对待这次运动对吧 那大家肯定都喜欢跟你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对吧 这个是从这个从大的来讲 那从小孩来讲我们每一次的接球 如果我们保持一个很高的重心 高手为什么可以保持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很难是很高 是因为在他的逻辑里面他大概率判断对方这个球不会给他造成威胁 如果你让高手你判断了这个球一出去质量没给好 他们趴得比谁都低 所以说高手看上去潇洒 大概率是因为他的球能够限制别人 那我们各位呢 说难听点都是普通的人 然后呢水平也不是那么高 那我们第一个要想让自己在场上 你显得跟高手接近一点 那你就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在从接球的那一刻从准备开始 你都要有一个很好的姿态 你再这样去接 站起来去接 一定会有个什么问题 你要走啊 你不是说这个球它会坐在你手上 你会启动 启动是需要时间的 启动再去接 启动去接 你就会很慢 然后你接完这个球 好你回来之后又启动 又去接 然后起来 又启动就会接 这种球你就会永远显得你懒散 而连接不上 那正常应该是我们保持一个好的 这种感觉 你才能给别人一种 对吧 连贯的感觉 连贯是很重要的 只有保持这种持续的低重器的移动 你才能在场上看上去专业一些 连贯的快一点 这是从我们视觉上和连接上来讲 再到球上来讲 因为羽毛球有高远球 有往前小球 也有抽打 特别是对于各位爱打双打的人来说 那抽打在双打里面是最多的 那我就搞清楚一个问题 我怎么让我的抽打有威胁吗 抽打有威胁是什么标准 就这个球抽过去 它是平的 它是往下走的 你不能一抽 全往上走 那对方就要杀你了 对不对 那我们以抽打为一个标准 那我们就要去降重心 同样的逻辑 如果我站的 我站这里 我这一定高 因为我这个重心是从这里往下 这样打它是一定高 那我们一个好的姿态 这样才不会高 看见没有 它球才会平 所以说你们打松了 如果你想要球平连贯快 又回到我刚刚那个问题 你要一直保持 这种低重心 跟网口是一样的重心 重心的标准 准备的标准就是 你的眼睛基本上 是跟那个网口是在一个线上的 你不能高于网口 低于可以 低于往上调是很快的 但是你从网口高往下调 你是不好控制的 球一定会往上走 所以说从这个打球逻辑来说 我们重心蹲得好 你的球会更有威胁 是不是 你的球就会平非常多 好 再讲第三个 还是双打 你重心低 就会有个好处 就说明你准备很积极 双打是两个人的事情 它不是一个人的事 如果一个人打双打 那每个人都杀球 那我们就少了一个人 什么人 比如说像有些球星 有个叫蔡云的球星 还有个叫张蓝的球星 还有像亨德拉的 这样的球星 他们是以服务队友为主的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 在我们一个俱乐部 大家打球的一个群体当中 我也希望大家能成为 去服务搭档的人 那你作为一个 服务搭档的人 那低中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 当你搭档在打球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很集中的 在帮你搭档去保护 你不能说你搭档在打球 你就这样 对吧 你看那是不行的呀 那你说谁会跟这样的人 配双打的 那你再想想 当你搭档在打球的时候 你不管你会不会打 你比你搭档还认真 对吧 你看上去 你就是一个很懂得 去为搭档服务的人 是不是 所以说好的准备知识 是所有羽毛天爱好者 来到学院的第一课 这一课非常重要 也希望大家要重视 好吧 今天是大连初一 我们也没有消息 可以说我创联五年以来 就没有消息过 你们任何一个羽毛天爱好者 有任何的问题 你躺在家里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成为我的好友 你有不懂的羽毛天爱问题 都可以问我 我期待和各位每一个人 都能成为朋友 微信公众号 银行大神 过年也不休息 每一天都在给大家更新 教大家最好 最科学 最完善的羽毛天爱好技术